什么是SOPA法案在美国所谓的SOPA法案就是去停止网络的一些盗版行为这个法案的原始用意听起来是很好但事实上它最后会赋予政府非常强大的威力可以去关掉任何他觉得危险的网站包含YouTube与Facebook等等基本上你只要想成像中国大陆一样他们有一个防火长城可以挡住任何网站像台湾的网站也会被挡住还有世界各地的网站 任何他们觉得危险的就能挡住所以美国正在步入大陆的后尘我看到这个之后一定要讲一些我的想法SOPA法案在2012年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被禁止了然而事实上这个白宫怎么做呢它私底下赋予一些私人企业特权可以去关掉一些网站 如果你有看一些后续的报道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一直有在做关闭许多他们觉得危险或是有版权争议的网站这些并没有因为法案停下来就停止 当然我们不是美国公民可能无法介入我就只能给一个评论这样子的政府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作为一个局外人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还是有权去发言去跟你提醒日后不管是美国或是台湾还是哪里如果有类似这种想要利用法律来监控网际网路的事情我们都要挺身而出 像我这样子出来抱怨几声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也能提升大家的意识所以即使只是抱怨即使只是把这件事情沟通出来事实上就能改变很多事情 这次就先简短地分享到这里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